为了让新城乡康乐社区的长者能够体验制作手工红豆饼的经验 协会邀请了高炳师傅来教导长者们DIY制作 大家同心合作完成好吃的红豆饼 长者们可以说是乐开怀 同时也体验了不一样的活动 现在向康乐社区的长者们一早集聚一堂 为了就是要体验制作饼的活动 协会理事长邓和平则是邀请乡内的高炳师傅准备好基本的材料 来指导长者们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活动 大家同时也一同吸手合作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完成 今天是康乐社区配合社区产业 也是现在是吃芋头的季节 花莲的芋头是非常的有名 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老师来指导大家 如何在家里利用小小的成本 做了预心铜锣烧 希望说大家老少咸宜 可以尝尝这个符合这个时节的美味 新人乡公所这几年来 为了这个社区的成长 相当的付出的相当的大的心理 今年也获得了假等的评鉴 大家也希望能够再接再厉 对于这个社区的社造的改推动 能够更用心 也使得我们社区的民众 能够多多参与社区活动 能够更人性化 也更在地化 也希望说大家的共同参与 然后是递较更好的成绩 社区理事长邓克平表示 服务协会工作已经长达20多年的时间了 和长者们相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的快乐 他也常常安排出游和体验的活动 为了就是让大家走出家里 一起动一动来深圳筋骨 也希望设计不同的主题 让男子们能够健康快乐 记得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